原标题 三太子的演员 而是取经路上 那匹驮了唐僧一路的白马 据说 为了找到合适的白马 导演花尽了心思 起初剧组 直接到了一匹黑马 刷上白漆就冒充白马了 结果一沾水 瞬间露馅 在张家界拍摄三大白骨精时 因为只找到了一匹 就小的矮马 全程唐僧都没敢骑过 几乎全让猪八戒牵着戏外 让大家脱违费心 戏里的白龙马 也是主角光环最弱的一位了 取经途中 他表现自我的机会不多 需要卑微背流 和普通马没啥区别 在遇到困难时 还经常被猪八戒提议卖掉 在和妖魔的遭遇战中 连沙僧也要挥起 将魔杖一线伸手 白龙马却我自窥然不动 看到知乎 尚有人提问 西游记里白龙马 为何从不参加战斗 好歹是西海龙王三太子 至少法力不弱 网友的思路也很清奇 答案一 因为师父化了 散活了 就没人其他的 答案二 小白龙早已看穿了一切 师父死不了 上面有人罩着 凑什么热闹 答案三 导演给的戏份就这一点 不能抢戏 答案四 本来是条龙 变成马以后草吃多了 既能冷血 而恢复需要时间 等法力上来 三宝标早就来了 好了 下面这个才是正解西游记第八回 菩萨上前礼必到 贫僧领佛指上东徒寻取经人 陆遇涅楼悬调 特来启斗 饶他性命 赐予贫僧 教他与取经人做个脚力 玉帝文言 集传指射有 差天将解放 送与菩萨 菩萨谢恩而出 这小龙后头谢国命之恩 倾从菩萨使唤 原文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菩萨给的定位 就是做个脚力 脚力怎么能抢保镖的活呢 也难怪 很多时候大家都忘记了 白龙马的属性不是马 而是一条龙呀 细想想 这条任劳任远 忍辱负重的小白龙 与我们熟悉的中华龙形象 差别挺大的 正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 传统意义上的龙形象 身则飞腾于宇宙之间 引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乃万兽之首 上古时期的龙 是影响云与何则的神兽 也是寓意吉祥的瑞兽 采民间 龙王庙几乎随处可见 龙王爷也是百姓 最熟悉的神仙之一 华表上常见的龙形神兽 想要确切找出龙产生的年代的有力论据 绝非易逝 如果把文字的出现和使用作为一种印证的话 在我过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文字 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龙这个字 故宫皇集电预录据专家统计 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 多达七十多种 我们至少可以推论 龙的概念是形成于商代之前 北海公园西门学后的房研 瓦当瓦当里的龙形图案 汉代许甚说文 把龙说成一种多变的神性动物 临虫之常 能忧能明 能聚能细 能短能长 春风而登天 秋风而若渊 这一说法几乎成了龙的定义 故宫玉花园清安殿谢志 谢志故宫玉花园堆秀山石雕 曾经的龙文化 一路走向了百姓生活 然而进入封建社会后 龙的使用权逐渐演变成了皇家专属 乾隆提字牌匾局部东汉时期 皇家对龙门的使用有着明文限制 九卿以下的官员 在四点钟没有使用龙门的资格 元氏祖顾必立明文规定 世界商店不得制造或贩卖日月龙凤文样的端皮 故宫内门是木雕北京各个宫殿上的精美才会 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 需要借助龙神化自己 加强威信 从而制定了一套以不同动物文 是表示官知地位的规定 而龙门只是皇家专属 龙生九子之吃稳吃稳 常见于殿堂庙宇的正中屋起两端龙生九子之酸泥酸泥 长 装饰于香炉上到了封建社会末期 龙也就成了封建帝王的象征 作为西朝古都 龙这一形象 在北京首居一指 无可争议 从封建礼法上说 龙是不可能 也绝不允许出现的其他地方的 龙生九子之交徒交徒 故宫大门上的同事 虽然个别地方也有一些龙的形象出现 除了历史皇家遗迹因素所在 至少这些地方不是赤刺就是赤丰 西楼永固碑龙耳作品 京宫内部多建的皇帝专用饮酒器 寓意大清的疆土 政权永固 大明永乐年月及日志的华言中 现称永乐大众 保存于大中寺殿内 举世文明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